哈囉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 股市Q輪王的節目 我是Q輪王梅杰 那麼今天大盤小幅的反彈 量能 在量能還是萎縮的情況之下 激起不太大的火花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行情 跟我們 其實梅杰在上週五 就已經跟大家講說 這個禮拜的行情的震盪幅度 就已經不會這麼大了 所以你會看到今天的盤 你會覺得 好像要吐咐了對不對 好像要吐咐了 它就在這個區間這邊做震盪 那重點是 昨天梅杰跟大家說量縮 但今天的量更是縮到極致 今天 今天量連3500億的量都不到 不要說4000億了 3500億的量都不到 只有3427億 那大家究竟在燉爹什麼 在觀望什麼呢 就是今天晚上 以及明天晚上 今天晚上美國要公佈PPI數據 那明天晚上的美國 又要公佈CPI數據 那當然在上個 在前兩週 行情的修正 都是因為經濟數據不好的關係 經濟數據不好的關係 那所以引發了這個震盪 波動幅度非常大的一個情況 所以在這個地方 大家觀望 我認為其實也是正常的 但是美姐總要跟大家說 美姐的看法 PPI數據跟CPI數據 PPI的數據跟CPI的數據 當然鴻海法說 也在禮拜三要舉行 對不對 但是我認為大家 你是不是在關注PPI數據 你是不是在擔心CPI數據 表現不符市場預期的時候怎麼辦 其實大家有沒有想過 你會關注到PPI數據跟CPI數據 也就是跟通膨有關係 那最終會影響到什麼 影響到它的降息 它的降息 對不對 但是現在其實市場上 我認為這只是一個過程 我昨天跟大家講 縱使公佈出來的數據 不如預期反應只是一下下 反應只是一下下 因為最終還是怎樣 要進入了降息的循環 美股要進入降息的循環 那現在市場上呢 預估降息 9月份降息的機率是高達百分百 現在討論的不是降不降息 而是大家都認為就是要降息 那甚至呢 大家討論的是降息一碼 還是降息了兩碼呢 是不是 那降息一碼的機率高達了 五成以上52% 降息兩碼機率高達了47% 但是呢我認為啦 現在要關注的並不單純是這些數據 要關注的是什麼 要關注的是這個 FED 在8月22日他要登場這個 捷克森動年會 看看鮑爾究竟要怎麼說 可是呢 鮑爾在過去一段時間他已經很明顯的由音轉割了 所以我認為呢 再差 再差就是升息一碼 沒有 降息一碼 再差就是降息一碼 那終究就是進入降息循環嘛 現在市場上還有人在講說 你要提早降息 現在大家關注的問題是在這邊啊 所以我認為 與其你去關注PPI數據或CPI數據 你不如來關注8月22號 大家現在關注什麼 伊朗以色列 但是呢我們 我認為不用太過擔心 因為呢 英國法國德國都聯合在警告伊朗喔 警告伊朗說 如果你襲擊以色列後果自負 這是恐嚇 我認為這是恐嚇的言論 那再來 如果中東發生 比較嚴重的這種危機的話 原油的價格一定是噴漲 但是原油的價格呢 並沒有說超級大幅的上漲 那另外呢 大家想要原油價格上漲 另外會想要中東 如果發生戰事的話 會有這個運價的問題 那歐洲急運的指數 也沒有特別的表現嘛 對不對 所以梅姐跟大家講 中東的地緣政治議題 在目前先不用過度擔心 先不用過度擔心 那我們看到大盤呢 在這個禮拜 今天是禮拜二嘛 這禮拜 呈現一個比較 匣服政大格局 有別於上個禮拜 有別於上個禮拜 大漲啊 然後又修正 又大漲 政府都相當的大 有沒有 那有別於上個禮拜 上上個禮拜 這兩個禮拜啊 都是大家經歷說 下起又上衝 根本都多空不明 不知道該怎麼做 但是梅姐有因為 這一根藏黑 就告訴你 應該要放空嗎 你如果從K線形態來看 你如果從一般的K線形態來看 我們再看一次 這一條咖啡色的線是半年線 開盤直接跳空跌破半年線 然後呢 收盤重挫超過1800點 創始上最大跌幅 在那一天 梅姐在節目當中 怎麼跟大家講的 也許大家感到恐慌 但梅姐跟大家 從另外的角度來看 大盤當時8月5號那一天的位置 我認為是嚴重的超跌 過度恐慌 為什麼 因為它距離月線的負乖離 高達14% 距離季線的月的負乖離 高達了10% 我認為是嚴重的超跌 後續呢 就是會反彈 梅姐是不是直接在節目當中 這樣子跟大家說 甚至呢 我還跟大家講 加權指數近10年來 我在假日的時候做了一個統計表 有那種超大跌幅的情況之下 單日超大跌幅 讓你意想不到 都有做記錄 納入歷史的 再往後的5到10天 都是呈現上漲反彈的 而且呢 機率是高達6成 6成比5成多 也就是高機率 也是高機率 那另外梅姐跟大家說 你要留意什麼 加權指數 8月7號 我跟大家講 8月7號的這一天 8月7號 是不是果真如梅姐預期 開始實現反彈 但梅姐在8月7號那一天 跟大家講說 在上方有一些壓力 局會先震盪 那是不是先震盪了 是不是先震盪了 然後呢 8月8號 8月8號就在震盪這一天 我跟大家講 會繼續向上反彈 好像 好像這個指數是梅姐化的 好像指數是梅姐不是炫耀 那大家不要把 把8月5號 下中錯1800點 認為是梅姐化的一樣 梅姐沒有 真的沒有預期到說真的會中錯那麼多 真的沒有會中錯那麼多 但是我們要知道 當中錯那麼多之後 創歷史單日最大跌幅 你更要保持冷靜 是不是這樣子 那現在的加純指數正式填補8月5號的跳空缺口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講未來盤面上的走勢 有兩種情況啊 現在市場上有人說有兩種情況 第一個情況會回來再打第二隻腳 認為會是比較穩健的 打第二隻腳之後再上 第二就是回側 這是一隻腳嘛 回側打第二隻腳之後再上 那另外一種一種情況呢 就是震盪緩步墊高 緩步墊高 現在就像現在這樣震盪呢 緩步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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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梅姐的看法 就這兩種 第一種就是回側打第二隻腳 一般市場上來說 這樣是比較健康的 但是梅姐的看法 直接講給大家聽 剛剛已經跟大家講 回側打第二隻腳 第二種模式就是震盪緩步墊高 但是梅姐的看法是選 第二個震盪緩步墊高 所以在這個地方 其實有時候股票漲漲跌 你只要選對股票 你根本就不需要太過於擔心 震盪緩步墊高 為什麼梅姐會這樣看 很多人 我覺得很多人解盤 跟你說三種情境 或者是今晚 美國要公布PPI數據 七月份PPI數據 我又給你多種情境分析 這樣子 梅姐沒有那麼囉嗦 梅姐跟大家說 會有這兩種可能 但是梅姐認為 會震盪緩步墊高的機率 是比較高的 所以梅姐打了一個 射飛鏢 精準命中 我們未來再來看 再來驗證 我們未來再來驗證 那為什麼梅姐會這麼堵定的跟大家講 會是第二個選項呢 我們看加選指數 在2021年5月份 你還記得嗎 今年是2024年的8月13號 在2021年的5月份 那個時候呢 那個時候 大盤 從17566跌到15165 重挫 也是重挫啊 跟現在情形有沒有很相像 那時候呢 台積電納入載機指數 再加上三級封城 大家現在可能忘記了 大家現在可能忘記了 但是我們呢 再回顧過來 當時你有看到第二隻腳嗎 應該看得很清楚吧 你有看到第二隻腳嗎 這是2021年5月份 也是一樣的狀況啊 一樣的重挫啊 長上去創新高之後 重挫下來 但是後續 真的有打第二隻腳嗎 直接往上 往上攻 那我就只因為 一個歷史經驗就來 肯定 判定 後續的走勢嗎 我們再看一下 在過去 在更早一年 2020年的3月份 當時呢 剛過完新年 疫情爆發 疫情爆發 本來好好的一盤局 過個新年 大家應該是記憶猶新吧 崩跌 崩跌 指數從12118 重挫到8523 四位數 四位數 從1萬2 到8000多 重挫喔 後續他要打第二隻腳嗎 沒有吧 對不對 但是主要我們要看 現在盤面上 還是持續呈現 類股輪動的一個狀態 那盤面上 現在開始在輪動 這兩天轉為補漲 補漲的行情 但是呢 還沒有填補 8月5號缺口 大盤其實已經填補8月5號的缺口了 但是這兩天輪到什麼 還沒填補8月5號缺口的 比方說什麼 2382的廣大 這兩天是不是在漲 這個 那今天他 在昨天他就有填補8月5號缺口了 比方說廣大 為什麼呢 他有利基點 7月份營收創23個月新高 再來 你最關心的2317的鴻海 今天呢 貢獻大盤點數最多 他在 在前幾天 2317的鴻海 他也是仍然8月5號缺口還沒有填補掉 但是他也逐漸開始填補 人家說他 超跌嘛 但是他也開始填補8月5號的缺口 所以 好股票會一檔一檔慢慢的跟進 而鴻海明天要召開法說 明天要召開法說 明天要召開法說 大家就在 就光 就期待他明天法說的消息 那另外還有載板的星星 昨天也有跟大家講 他也開始填補8月5號的跳空缺口 那麼他的7月營收也是重返百億元 重返百億元 那麼我認為 在這個時間點 盤面上股票 你會發現有的今天漲明天跌 今天跌明天漲 就像我昨天跟大家講的 比如說重電 中心電 昨天跟大家講 在賣方 先開盤打跌停 是不是 你有鎖天美姐YouTube頻道 你有鎖天美姐節目的朋友 你都知道我跟大家講重電 在賣方 反彈在賣方 我舉個例子是這樣子 那你要怎麼樣找股票 真正有續航力的股票 我認為是強於大盤 而且有獲利的個股 比方說 美姐跟大家講的 8月5號跟大家講的台積電 8月5號那一天的台積電 8月5號是不是這一天 直接來到800多 最低來到813 但美姐5號跟大家講就是這一檔 長線買點浮線 那麼到了今天 雖然也是在平盤附近 但是已經到941插了100多塊 短短幾天的時間而已 不是嗎 另外呢 我還跟大家講 233年的台積電 8月7號 8月7號這邊 上方的套擾賣 有一些套擾沉重的賣壓 所以會先回測 會先回測 我是不是也都講了 但是呢 長線仍然是看多的 看多的 結果呢 現在已經開始填補 8月2號的跳空缺口 為什麼 真正好公司 它能夠繳出亮眼的成績單 7月一收 月增年增都是雙位數 是不是強於大盤 有沒有強於大盤 你比較看看就知道了 它現在在這位階喔 大盤 在這個位階喔 是不是有差 這台積電是強於大盤的 它在填補8月2號的跳空缺口 那再來 美姐認證的是什麼 台達電 這才是夠強的 2308台達電 你不要看它今天沒什麼漲 就只漲0.12 也許大家亂講漲停的股票啦 但是美姐跟你講漲停的股票沒有意義 你買得到嗎 你有辦法買 你要排隊嗎 美姐沒有在追高的 但是這明明就是強於大盤啦 大盤中錯 它有跟著錯 沒有錯 但是它在彈升的過程當中 它是領先大盤 它現在站在各個軍線之上耶 不是才在挑戰越線而已 站在各個軍線之上 收回又怎樣 而且它 它有沒有題材 AI的藝人散熱產品 即將要出貨了 而且它站上所有軍線 昨天美姐是不是跟大家講 美姐認證的 政治標記 這也是強於大盤啊 但哪些股票你要小心 有一個族群 它雖然強於大盤 但是呢 它是漲 一個工具機漲 那我就直接表明 這是工具機這樣 比如說1597的值得 1597的值得 1597的值得 昨天這麼慘 那今天呢 反彈卻力道卻小小的 卻小小的 但是呢 美姐要跟大家講 它上半年EPS不到一塊錢 現在股價一百多塊 獲利明顯跟不上股價 那再來還有什麼 8374的螺生 掌停板美姐不是要炫耀什麼 不是要叫你追 美姐要跟大家講 它強於大盤沒有錯 但是呢 這樣股票如果是美姐 美姐不會去做 為什麼 上半年EPS 0.05耶 現在股價多少 一百一 獲利明顯跟不上股價 所以美姐認為 如果是我 把風險考量在第一 它只是展 展什麼題材 展 8月份的工具機展嘛 對不對 那另外呢 MSCI 今天你可以看到MSCI的權重調整 你早上都看到 現在就剔除台塑化 那小型指數新增14檔 台塑化今天跌3% 那小型指數新增14檔 在從中 在這14檔當中 其實有保障 你知道嗎 這14檔當中其實有保障 但是你該怎麼選 MSCI中小型指數新增14檔的股票 你該怎麼選 美姐因為時間關係沒辦法講太多 你加入美姐Light 我放在主頁上面 Light小小鼠QQ208 小小鼠Q208 加入美姐Light 美姐都放在主頁 主頁就在 加入Light之後 主頁就在右上角 一個像基斯本的地方 那你如果想要跟上美姐選最強的黃金組合標的的話 美姐可以帶你微機化轉機 損一遍黃金 美姐帶你逆轉勝 歡迎你利用廣告時間 跟現在資訊人掐詢 休息一下進廣告 待會回來 政策概念 股大家一定會想到什麼 想到電嘛 對不對 因為現在大家都需要用電 那你現在如果說看新聞 我們代總統就是說 對於穩定供電 要求台電提早4年 完成這電網韌性的計畫 那另外你又看到 重電域瓶頸 台電下令 就是說桃園以北 不公大型AI資料中心 那你認為這是 這到底是利多還是利空 但是美姐昨天節目 怎樣跟大家講 重電的族群 你會想到的就是指標股 就是1519的華城 1519的華城 美姐昨天跟大家講說 反彈你要站在賣方 反彈你要站在賣方 為什麼 大盤這一波下來 跌20% 華城這一波下來跌40% 明顯弱於大盤 明顯弱於大盤 所以我認為反彈要站賣方 那另外呢 美姐還跟大家分享到什麼 1513的中心店 1513的中心店 昨天是不是還在跟大家講 反彈站賣方 結果今天呢 開盤就跌停 我們昨天節目都有跟大家 我們昨天節目都還有在跟大家講 819號也都有跟大家講 那甚至呢 1503的市店 1503的市店 反彈 我也跟大家說站賣方 因為上方的壓力實在是太重了 那麼如果是政策的族群 如果你要做政策族群 除了店以外 除了重店以外 除了重店 當然我過去很看好重店 但是我現在不得不跟大家講 他上方的壓力比較重 那你如果做政策概念 你有沒有想過現在國際情勢 這麼紛紛擾擾 這麼多問題 那你有沒有想過什麼產業 不會受國際局勢的影響 政策題材的概念股 政策喔 美姐手尋 這一檔 容我先保密一下 皇家典藏 我一直跟大家講嘛 對不對 今天他是創歷史收盤新高 我在這邊 可以肯定的跟大家講 好戲即將登場 好戲即將登場 這是美姐認證的 他上半年稅後存益年增八倍 今年獲利 今年獲利預估 本益比不到九倍 那是不是超棒的 超棒的 我認為你現在跟上 還來得及 那你如果要知道 你如果要領先布局 你如果要危機化轉機 損一變黃金 美姐有自信 待你逆轉勝 那麼歡迎你利用廣告時間 跟相助於人的洽訊 最後祝大家 每天都可以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省事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